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就化學平衡了 A加B變成C加D加熱量 也可以可逆的 正環印、逆環印都有 下一類四種方法 哪一種為增加低產量最適的方法 你要增加低產量的話 就把這個拿掉 或把這個拿掉 或是增加這個 或增加這個都可以 我們看A選項 將C去除 這個可以 再我們看B選項 將B去除 將B去除的話 環印會往這邊移動 所以這個會減少 再我們看C選項 將A去除的話 環印會往這邊移動 這個也會減少 再我們看B選項 環印中加入催化劑 如果有催化劑的話 它這個正環印跟逆環印 同時會改變 但是沒有辦法改變它的平衡狀態 還是在平衡狀態 就是說平衡狀態 正環印跟逆環印 它是一樣的 梳力一樣 平衡以後 是正環印梳力跟逆環印梳力一樣 那你加入催化劑 假如這個有催化劑的話 你加入催化劑的話 正環印跟逆環印同時增加 但是還是在平衡狀態 所以你加入催化劑沒有用 不會改變它的平衡 所以這次大家應該要選 應該要選A 來自民視頻 跳棍